為國家安全的部分 我覺得請教將軍蠻適合的 因為我們昨天有聊有關南海控股 這是什麼事情呢 就是多年前 雙子星北車捷運開發案 那個雙子星大家應該都知道 因為他有一個弊案出來 那妹仔從頭來過 就有一個優先申請人叫南海控股 那南海控股他的背後 其實是跟中資有這樣的疑慮 所以我們的這個投審會審查之後 花了五個月時間 覺得這個沒得懂 可能會影響我們國家安全 但是柯文哲等到結果發現 怎麼會是這樣 被打槍之後 他當時很生氣 他就說什麼 這個國家願景主權議事 現在他當成屁話 就講了這種話 那可是問題是 事後證明什麼 證明當時的投審會 他這個審查是有道理的 最後這一個南海控股 他因為他抵押了很多股權 給中國的國企中信集團 然後因為他的債務危機 所以他這些股權都被沒收了對不對 那中國的中信集團是什麼 他的創始人是 中共八大佬王政 然後的第二個小孩叫做王君 那最後證明南海控股原來他的錢 其實都跟中信集團是相關的嘛 所以國安疑慮 可是他竟然講說 把國家願景主權議事當成屁這種東西 你怎麼看呢 他其實柯文哲常常把這個屁字掛在口中 實在不太好 對 因為其實 害我們也要 對 真的讓我們變得很低俗 本來格調是很高的 對 所以怪不得柯文哲 不會跟很多人切割 因為上次我們說他跟某個人切割 某個人就派他的粉絲在出征 我說他哪裡有跟我切割 哪裡有 你給我講清楚 對 柯文哲不會跟你切割 柯文哲不會跟這些人切割 因為你們是相同的一類人 對 所以你講的任何一句話 你講的任何一句對女性的問候語 柯文哲全部贊成 對 為什麼我說他全部贊成呢 因為他在各種表現上 他今天罵了一個人 他今天點到一個人 我真的嚇一跳 他說你說我去見牛鬼蛇神 我昨天見了這個聖言法師 聖言法師 難道聖言法師是嗎 以後誰敢跟你見面 以後誰敢跟你見面 在路上遇到柯文哲 千萬不要隨便跟他合照 你跟他一合照 明天就把你講出來 這真的是很糟糕 另外他說 這些鯊魚都被你們寵壞了 鯊魚怎麼不去追賴清德 鯊魚怎麼不去追猴 猴友瑜多想鯊魚追他 你知道嗎 都沒新聞 人家放出來的是素食 人家拿出來是饅頭 拿出來是青菜 鯊魚當然不要吃 你拿出來的是肉 咬不動 對 你知道鯊魚要吃什麼 你自己在餵鯊魚 還怪人家寵鯊魚 是誰最寵鯊魚 你最寵鯊魚 不過這樣講 記者是不禮貌 記者不是嗜血 記者更不是鯊魚 記者是要各種真相追到底 因為你丟觸這些事情 誰叫你搞應援團 誰叫你搞什麼姐妹 什麼柯文哲之友會 沒有人叫你這樣搞 然後這些應援團 這些空姐經過 很簡單 誰付的錢 誰就請來的 這查不出來嗎 難道這一群空姐 是來免費跳舞 還是他們剛好那一天 都穿了一樣的衣服 剛好那一天都經過了 這個什麼姐妹之友會門口 然後剛好那一天 都一起上台去表演 見鬼了 不可能 一定有人請的 又有人付錢 否則他們吃飽太撐了 過去跳舞 所以我覺得 柯文哲你自己養的鯊魚 自己放的鯊魚 說別人寵 說句實話 對不起你放出去的耳 另外我講到雙子星案 其實任何的國安 大家認為說國家安全 一定是國安局 國家安全一定是國防部 國家安全一定是內政部在管 不對 國家安全人人有責 包括所有的縣市長 你要針對你所有 轄內所有的投資案件 你雙子星投資案 當時不讓他過 他說你這就是什麼 就是政治操作 就是把國家安全 放前面當擋鍵盤 現在證明了 是啊 因為他的中資 幾乎全部 他是用台資做掩護 然後包著中資進來 那如果今天這個案子 當時沒有擋住 今天有多少人要倒楣 今天有多少關係的企業 要跟他一起沉淪 那現在你怎麼不出來講話 你怎麼不說國家安全 是個per一屁 對不對 這真的是講出來 他會叫蔣萬安 打二倍精出來 對 蔣萬安真的是有夠倒楣 所以真的 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真的要好好幫忙蔣萬安 我跟他還算蠻熟的 幫他追出來 蔣萬千萬個想追 蔣萬千萬個想找真相 這沒辦法 自己人不幫 自己人不幫 因為柯文哲手上有什麼 有鯊魚兒 柯文哲手上真的有鯊魚兒 他只要哪一個區域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籍的 不跟他合作 鯊魚兒就丟過去 然後鯊魚就把他咬死 這太可怕了 所以我才說 雙子星案 這個案子 當時性虧擋下來 性虧擋了下來 如果沒有擋 蔣萬要倒大煤了 全部你要扛 柯文哲說 沒有 當時我不知道 現在誰當市長 你找誰 真的虧這麼多錢 二倍精不會用 真的二倍精 不夠啦 他邊那個15億不用共 可能只能舔一點鳳而已 所以我說鯊魚兒 二倍精神鯊魚兒 丟出去把鯊魚引過來 然後誰倒楣 誰都被鯊魚咬 所以我才說 柯文哲這種方式 簡直就是自己在玩火 還要找一群人 跟他一起玩火 然後最後被燒到的時候 他就說 你的防火服太爛了 這防火服有弊端 是誰點的火 是誰放的火 被鯊魚咬 你說是誰養的鯊魚 是誰把鯊魚引誘過來 永遠知道一件事 鯊魚是嗜血的 你丟出的是樹池 丟出去的是青菜 鯊魚不會來 只有你丟出去的是 嗜血的耳 鯊魚才會來 所以我要再次強調一件事 記者不是鯊魚 柯文哲不要侮辱記者 這些記者是要幫人民 有知的真相 人民要有追真相的權益 人民不能追 記者來追 你居然把記者當鯊魚在侮辱 其實我真的覺得 柯文哲對記者的道歉 對於女性的道歉 對於他這個應援台的道歉 他勸好幾個道歉 但是大家放心 柯文哲什麼時候會道歉 當選一年後才會反省 他上次當市長 第一次當選 當選一年後才反省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 柯文哲的道歉 不要冒這種嫌 因為他當選了 才會反省 但是反省之後 緊接來是無限的傲慢 無限的囂張 無限的碾壓民意 這就是大家認識的柯文哲 不是我們在批評 是柯文哲 你自己釋放出來 讓我們來檢視 他要道歉的東西太多了 太賤也他講的 然後什麼出得起香蕉 只請得到猴子 我不知道他身邊 到底都是什麼樣的人 在他講的 身邊的人要有意識感 就是說 這個老闆是什麼樣的老闆 想說話都口無遮攔 因為剛剛講 南海控股的部分 我們試想 他現在已經財務危機 整個都被沒收了 所以他是沒有錢的 那蓋東西蓋一半 要不要花錢 當然要 那是不是會變爛尾樓 爛尾樓 是不是 那這個誰要來承擔 那當初柯文哲沒有這個遠見 講話 拿二倍金出來 不是 這個二倍金沒辦法了 因為這個金額好幾十億 搞不好中共的中信集團 很樂意幫我們蓋 對 他很想幫你蓋 很想幫你蓋 對 那我們的那個 那是國門 國門就是他們的 對 你知道在北韓的首都裡面 本來有一個一百多樓層 後來變爛尾樓的那一棟 幾十年後來沒有辦法完工 就在市中心 我覺得台北市當時真的可能會發生類似的狀況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要說 還好還好 我們的投審會有扮演該做的角色 我真的其實要肯定他們 其實包括陸委會 包括管局在內 因為當時其實真的是調查之後才發現幾個事蹟 包括什麼 包括這南海控股 無論他的員工或他的業務 其實大部分都在中國 包括他三個執行理事當中 有兩位都是來自中國籍的 包括他大部分的股票 都還押給一個中國的數位公司 包括他許多許多的 整套跟四季 其實都是跟中國有關的 所以今天我大家先不要說這個 萬一他蓋到一半倒掉 怎麼辦 對台北市 我甚至覺得幸好他沒有蓋 他倒掉其實還是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他蓋完的話 就最後是被中國所屬的有關公司 甚至於是跟中國國營企業有關係的 這對我們構成的是真的是極大的國安威脅跟危害 所以其實這一點上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肯定一下我們的國安單位